好大家,我們女朋友 我是真的覺得這個戲題需要大家的配信 我知道現在很多觀眾啊 因為這是一個紀實具體的文化嘛 我自己的朋友呢 看完台灣現在第一集的 都是跟我說 第一個你們的戲盤比較少有貴的 我感覺花了不少錢 很像電影 畫面就是沒有在省錢 因為有太多的場景 然後說再來就是好像有點難受 然後因此我的家人朋友就問我說 你的角色看起來都不適合 對就是感覺就是他的價值觀有點偏差 所以大家就會說應該要多看幾天照 到幾天的時候確實這樣需要一點待適 我是覺得因為其實基本上台灣現在有一個主動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我看到就有點類似情味 就講到類似還是會有點嗨 所以其實我就是會想要跟著這部星期間見面 那為什麼就現在大家看劇的系統真的是 可能第一集他們會覺得然後就會覺得 蛤是不是不要繼續追下去 就是沒有沒有 因為其實就像我們那晚推一堆東西 會看那個系小說的樣子 就是要一層一層的記憶台 那小愛的新聞是去新加坡就比較有驚訝 然後留在台灣的就總案件不出發 那我其實會覺得反而就是應該要留意 越後面的劇情 所以我就直接抱歉了 我覺得我現在有點分析 然後我也很想看新加坡線 會不會就是很陽天 對對 麻醬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很多就是真的是有錢人 真的是我們去很多地方拍戲啊 像餐廳然後做一間名車或去一間好站 很多演員還有外國人都說 我們在新加坡一輩子有什麼事實在就來過這個場地 因為太貴了 因為我們沒有人一起 欸我們台灣線的演員 聽到巧巧說的這些 真的很棒 不換手 不在台灣一直受苦受難 因為會 這三四集這禮拜會播出一些比較 我比較就是 他你是什麼 你是在那個什麼 一些名車 然後羊仔 對好 我是在海裡面 就是我在海裡面游 但是到底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記者工作嘛 那我們為了要 我其實就是大公仔一開始 那還沒有 就是質押生 質押還沒有一個大突破的時候 我還繼續在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我要去偷拍 然後偷拍一拍一拍就是 還是跟小愛也有關齁 其實是跟他們家有關 事件也有關 所以我就會莫屬 然後小力老師 就是 我覺得 我要這個人 就需要一些 這方面的磨難 因為你知道嗎 姊姊落過水很多次了 好 誰 真的 有有 開戲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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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我跟影背海芬姐嗎 欸我真的有點擔心粉絲 有點入戲開始 因為 因為就是 海芬姐她最近的作品 然後我前次稱讚她別的作品 結果就有粉絲在下面留言說 那你可以不要再出現嗎 哇 我第一次自己拍戲拍到 我在幫 我親自下去 捏活這樣 就是大家入戲很深 那也代表其實我們的還原 都有跟我們很精彩 都流到傳達到大家那裡 所以真的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的看下去 我其實那時候實習第一天我去那個跟長 有長官在跟我聊天 然後她 我們聊到一半 然後她就覺得 我還是還接一下電話 想說很正常 就 她就是真的出去 像公司外 沒有聽到內容 後來說 珪子怎麼樣 現在那個奶奶哪個隧道 有一個人被砍傷 然後什麼生種子 然後要不然跟我去現場 我說 我說下次好喝 然後再下來是實力去警察局 都是去一些很 真的女生平常 不會有興趣去的地方 那 但是也因此我跟 一些 人民的保護 我就是要到了他們的Line 然後就 比如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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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會開玩笑 我就覺得說 認識警察 叔叔們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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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之後 就 我自己 腦中 通常常會想自己 不太受訪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哇 要這麼下飆 就覺得 口條也變好 所以這方面 就是我的意外的時候 那 台灣是 第一次很主唱 就是其實 之前就有唱完 我們在戲中 一場 對戲都沒有 對 我們正就是 新加坡線和台灣戲 就要 對 有點太忙了 對 我們在劇中 是到最後都沒有認識 對方 但認識了他所有 他周邊的人 我跟葡露哥 跟 新美姐 都接觸到了 然後我就每天在那邊翻去 等一下說 到底什麼時候跟真子小 沒有 沒有這個機會 下次有機會 但思想過去 我們去新加坡宣傳的時候 好像認識超久分一樣 對 講到主持人不知道怎麼 超 新的齁 就覺得 因為老師說 我這次被老師 導到的戲 比較小 就我覺得 不過癮 對 我也覺得 對 然後 老師不要太顧 讓我們兩個主演的戲 有在柔衩嗎 對 就是我覺得演員 我覺得 多多少少 對 人生一定要 就是你跟小弟老師學到的 什麼 那我覺得 我還是非常感動 就像黑子說 老師比誰都有窮盡 真的 比誰都熱血 然後我很感動就是 老師在現場跟演員講話 跟這個音量啊 很小聲 我就突然 我長這麼大 不是說 也不是說以前導演說他多大聲 可是 我第一次感覺到那一種 身為導演很想要保護演員的戲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很赤裸 你知道嗎 有時候在大家面前 酷啊 或是穿著比較裸露啊 比較親密的戲啊 其實演員的感覺是非常赤裸的 那當一個人 又來告訴你 一定要調整這個調整那個時候 其實 我覺得演員是很需要 那個導演讓我知道我們是安全的 我們是被尊重的 對 那我覺得 一個大導演 可以這麼的紅離心 然後因為大前輩 這麼的提醒我們 我覺得很感動 嗯 而且他不是對於 他其實做 有什麼樣子 他可能我們拍的戲真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跟海水有關啊 那 命中帶水 對 那其實台灣的天氣在 就是在 春夏之紀錄的病毒啊 所以其實我們 遇到一些海況的時候 他是 事後親自 就是把大家 招集過去 除了演員 然後我想說什麼事嗎 他就是親自的跟大家說 真的是為了孩子的戲 心目的啊 然後親自跟大家 就是 引申自己道歉 我覺得他超感動 就是 就是那個 應該的 對 他就是那個 引申作者 他要求你 你做的比你多 好多位的 對 可以 我 我就一切都交給公司打理 然後我現在 臉那個服裝的 大概會總會有FOCAL 我都不知道 可以講 一樣港公司 有嗎 在安排 我當時就是開打理 因為我就心想說 反正呢 我穿什麼 通常不會太難看 因為我的身材就是 其實就是很適合穿你 對 然後每個女星看到我都說 妳太放鬆了 妳要搶禮服 我說沒有那麼誇張吧 然後那時候我還要去實裝中嗎 然後我回來很久生氣 就把妳把妳就緊張這樣 然後所有人都說 我告訴妳 妳既然要去米蘭 妳就趕快看 這種大牌子有看到 就直接留下來 大家都比我激動喔 那妳最近也要去實裝中嗎 幫我拍照 我一百七十五 如果真的有看到實裝 不錯我趕快跟你講 對就是 我是被旁邊的人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適到唄 我真的是被旁邊的人 講到緊張的 妳趕快 對對對 不要太放鬆 因為到時候所有的禮物 都會被很多女星拿走 而且有些人會hold很多件 她不會只hold兩下 她會有十幾件 就覺得說 解肉為劍吧 真的還假的吧 都把hold住 一方萬一 一方撞山啊 就是有一些人會這樣 我好像太安分熟悉 所以不要太放鬆 到時候就是 怎麼連基本的 都被大家拿走了 這種感覺 我就想說我先中序 然後我剛才問我小小 那個 即時的調理的方法 想說先把自己準備好 好啦 被搶光 搭配好 穿少一點 就我沒有想太多 就想說交給公司 那 主要是 以前可能 這種重要場合會說 我覺得哪裡 可不可以 就是因為我比較沒有安全感 這次就是啥禮廚 不設限 這樣 露宗露腿 露腿 很好說 如果搶不到禮廚 這個最後剩下 要必須露那些部位 那就來吧 誰怕誰 對啊 反正走紅看 對啊 好看就好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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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